双十国庆日到处计时 每年国庆大典最精彩的项目之一 就是三军乐仪队的操枪表演 今天下午国军乐仪队来到自由广场 进行预演还有训练 其中一道亮点呢 就是中场的静默枪法了 林兵在没有任何配乐的状况之下 透过拍枪踏步整齐花椅的动作 发出声响 让现场民众惊呼连连 动作整齐划一干净利落 这回一队首度挑战 全员左手转强 每年国庆大典的三军联合乐仪队 花式操枪表演 绝对是众所瞩目 周六下午乐仪队先进行预演 而亮点之一就是中场 进阶走位的静默枪法 在没有音乐伴奏下 透过拍枪 扣腿 跺枪 踏步的方式 发出声响 每个拍子没有杂音 震撼现场 观众耳魔 地板就是有震动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蛮震撼的 左手转强很困难 所以在转强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很正情 然后又是在没有音乐的状态下 可以完成 一定是透过非常多的练习 长时间的练习 才有办法这样子 各个高难度技巧 节拍都精准到位 考验队员之间默契 让现场民众欢呼声连连 而场边也有惊喜彩蛋 去国家馆 看到一对操枪 觉得很特别 然后我回家就拿着一扇一起练 学三年 身穿海军服装 年仅七岁的小礼宾 也来现场观摩 抛枪转枪 流畅俐落 以气呵成 随着三军一对步伐 完整复制动作 成为现场另类焦点 光是预演 就带给民众视觉听觉 双重惊艳 这样配许小明台报道 请双重惑